好餓好餓啦 現在台股都沒有肉了 怎麼會沒有呢 想要年底逆轉善 影片看下去你就知道了 歡迎回到星座的張古 我是千涵 我是深深老師 台股萬八多空即戰 到底現在還有沒有肉吃啊 當然有啊 肉很多啊 看你要牛排豬排雞排養排 通通都有啊 真的好餓 但是你要選對排對不對 現在法人要做到年底了 年底的行情是搶搶棍的 集團一個一個比一個 你趕快霸戰了 那我們現在來關心工作方面的 星座運勢吧 巨蟹座在工作上 要小心不要出錯 因為這一錯呢 可能非常嚴重 是讓你崩潰的狀況哦 那世座最近有翻身的跡象 機運要回到你身邊了 不要變成膽小的獅子 要勇敢一點 巨蟹座在溝通上呢 太注意小細節了 別人可能比較想要聽 你關於大方向的見解哦 那天秤座呢 最近呢 工作周遭都亂轟轟的 需要你擔任協調溝通的角色 做一個公平的仲裁者 老師這些星座該怎麼選擇呢 這個台加碩呢 它本來是做實音原件的 但是它現在呢 又有跨入元宇宙的一些概念 它也叫廣通的題材 所以法人呢 現在看了它股價偏低了 底部打好了 所以就一氣點火了 然後再來一檔呢 就是飛鴻 那飛鴻呢 過去各位都知道 它是做電源供應器的 還有LED的 但是它現在也套入了 車用電子了 所以只要講到車啊 講到元宇宙啊 那法人都會進來了 再來關心桃花運方面 雙子座在感情上要表現弱小一點 可愛一點 會受到更多的青睞跟好處喔 天蟻座最近準備魅力大爆發喔 趕快去找尋讓你自信的地方吧 射手座最近呢 是發電機 隨隨便便聊天都會得到很多稱讚 不要太飄飄然囉 感情上還是要懂得經營比較重要 那雙魚座啊 你柔弱的人設要維持好 不然小心嚇跑對方 老師怎麼看呢 這時候呢 夢想起飛 翱翔天界 有夢最美 希望香水 一個叫做長榮 一個叫華航 長榮航跟華航呢 他們都是飛機概念股對不對 那飛機概念股呢 很適合這些星座的同志朋友 原因就是呢 因為現在啊 很多的缺櫃塞港的問題呢 其實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所以現在很多的那個船的貨櫃 都轉到飛機了 對 所以飛機下大商機已經來了 再來關於財運方面 我們要做要小心突然的決策 這突然的決策呢 就會決策錯誤 如果是理財方面啊 那可能那個損失就會讓你欲哭無淚喔 要從長記憶 不要一意孤行 那水瓶座本來是這一周的正財運很強 找了很多身價很高能力很好的 大家一起強強聯手 自然就會帶來更高的效益 老師怎麼看呢 強強聯手跟我聯手就可以了 我也是水瓶座的喔 我現在正式的power很強的時候 我們要知道現在是年底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明年了 明年什麼商機會大爆發 有一塊絕對不能缺的 就是第三代半導體 所以第三代半導體呢 這個漢磊跟家精啊已經休息了幾天了 現在開始呢 是大家積極卡位霸戰的時候 因為第三代半導體呢 不管用到元宇宙或用車車概念股 全部很廣泛的 所以這個這塊領域當中 這兩檔非常的重要了 最後關於健康方面 金牛座呢 有四肢無力的情況喔 還是要多鍛鍊一下 摩羯座最近則是努力過度 身體已經在跟你抗疫了 要記得好好休息 四肢無力啊 剛好很符合 有一個公司呢 其實應該叫一個集團啊 他們曾經是很風光的 後來四肢無力跌到 跌到神坦下面去了 但是現在開始呢 進入另外一波的一個整合時候呢 開始脫穎而出 那就是洪達電跟威盛 那洪達電主要過去 是在手機相關方面的 而威盛呢 是在晶片 但是近期呢 他們呢開始跨入元宇宙 所謂元宇宙是虛擬AR跟VR 對不對 那麼這公司呢 開始有整合啊 那這公司很聰明了 最怕公司不改進 公司能夠改進呢 那你就不會四肢無力了 開始在振作起來 像無敵鐵金剛一樣 這兩張股票 介紹給大家認識 像老師的分析 接下來進入下一個環節 下週星星TOPPO 到底是誰 就請小小老師來揭秘吧 接下來揭曉 下週星星第四名是 楊明光 楊明光它是做測用鏡頭的 還有過去一般的鏡頭 但是現在已經跨入到那個 怎麼連那個 元宇宙干預伍它也有了 那現在法人開始呢 也有努力在金融了 大家呢這一塊可以多多的留意了 再來揭曉第三名是 智元 智元呢它是IC設計也是連家軍的 智元呢它本身屬於一個客製化的 所以現在呢很多人在霸戰呢 現在一起來霸戰會做仗到年底 再來揭曉第二名是 魏肅 魏肅各位都知道 它是宏達電衛聖集團 同集團的 那麼同集團呢 目前呢搭上元宇宙啊 不管它財報好不好 反正搭上元宇宙呢 全部都會非反分打的 那現在有人在霸戰呢 跟著一起去霸戰 可以做仗到年底 最後揭曉下週星星第一名是 育創 哇育創了最近呢真的是很有創意啊 因為他們呢很多的新的產品啊 不管是AI或是過去的 它的地基型的記憶體呢 還有包括像元宇宙概念股 現在法人霸戰了 而且呢滾量一直滾一直滾 這個股價呢有可能噴到外太空 所以大家加油了 謝謝老師精采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個股的操作消息 就要持續鎖定星座占谷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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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人